一瞬间的神来之笔能拿满分 无数个日夜的煎熬 反而可能会被贬得一文不值 我们为什么没有meaturn没有bino 哪怕是全世界都是绿色的清真拉面 在这里也不得不挂上红色的招牌 而跨国转学呢 更像是一粒高考后悔药 准备去美国的留学生 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 第一想到的往往是东岸的金融中心 纽约都市圈和西岸的科技巨头加州城市群 不过在美国的中东部 还有一片同样重要的区域 并称美国三大心脏 这就是芝加哥匹兹堡城市圈 是美国的制造业中心 今天我们要去的哥伦布什 就处于这个地带 也是美国原料和交通心脏 俄亥俄州的首府 而深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 正是这里最大和最出名的公立院校 Hello Amy 我们来了 你怎么怎么早来啊 好困哦 好 先带我们上去吧 Amy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就读景观设计专业 同时也是一名留学生up主 通过网络视频 告诉大家最真实的留学生活 不过他也逃脱不了 学生自媒体人的不便定理 产出的频率 永远和课业繁忙程度成反比 今年以来 他的视频投稿数 基本等于零 取而代之的 是一条又一条 为自己加油打气的朋友圈 今天我们既想来慰问一下 深陷昨夜苦海的Amy 也想让大家了解赴美留学的另一条路 就是转学的真相 然后我是走国内 读了两年大学之后转过来的 然后我当时在国内的专业 也是工业设计 在网查资 我就发现美国是有这种转学的政策的 因为转学这个政策 在有些国家是不太行的 然后国内的话 如果比如说就你想 你在一个三本大学 你也不可能转到一本大学去 就基本上你就定下来了 专业也差不多是定下来了 就但如果就是说你突然就是 不喜欢你这个学校的就是教学内容啊 或者说你在国内待的就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 或者说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个专业 但是在国内的大学你又不太好转 的话我觉得转学也不是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是就是美国的学费还是挺贵的 所以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有个问题就是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信息不是很多 然后我去找了一些中介啊 或者说问了一些同学 他们都说就是我转学的话 只要把学分转掉之后 只要再来读两年两年半就可以毕业了 但是我实际上来了之后 发现我要读四年 主要就是因为 首先是这个专业的问题 有一些专业确实是可以读两年就毕业的 但这个专业在这边就是 它对国内的专业课它是不太认可的 所以你的专业课的学分是转不过来的 你只能转一些比如说高数啊 现代这种历史课过来 然后所以就会让我在这边时间会变多 花的钱也会变多 在美国大学之间互相转学 早已是留学生的常规操作 是部分基础不佳的同学最终入读名校的起点之一 而跨国转学呢 更像是一例高考后悔药 但劣势也同样明显 最常见的就是国外不一定承认中国大学的学分 往往需要再从大意读起 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得不考虑的巨大成本 这个时候一个诚实靠谱 真心为学生着想 分析利弊的留学顾问就尤为重要 但是同学们也一定要亲自和学校确认一些转学上的细节 第一年是Design Foundation 然后Design Foundation就是要 大家一起在那个 大家一起我们有一个工作室 在那个工作室里面一起做一些作业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大一一开始是不分支啊 然后会在大一结束考核完 考核的内容就是做作品集合面试嘛 然后考核完之后再选择你的方向 是工业设计室内设计还是平面设计 在国内的时候把这些信息都了解清楚 因为像我现在就比较后悔 当时没有说多看看学校的官网 特别是这个专业 你想去的这个专业的 他的那个网页上有什么要求啊 你还要跟这边的比如说Advisor 或者说你跟直接跟Professor 你跟他们发邮件 你问问他 比如说你问我在这个学校 我能两年毕业吗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 你不太能 你的专业学份可能转不过来 这样你就直接你就知道 也就一句话的功夫 有位先贤说过 专业选得好 天天赛高考 虽然每个专业都不轻松 但设计专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因为一件设计作品所花的时间和精力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瞬间的神来之笔能拿满分 无数个日夜的煎熬 反而可能会被贬得一文不值 艾米转学之后 接连招手必须从大一开始重读 以及要通过竞争 才能进入工业设计专业的打击 这让艾米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她唯一能选择的方式 就是拼命做好每一次的作业 无止境地一遍又一遍打磨自己的作品 每次想要放松的时候 脑袋里的两个小人就提醒着她 必须再努力一些 不然怎么对得起父母的金钱和多花的时间 一年后 艾米凭借金益求金的作品集 顺利入围工业设计专业面试 这次面试一共17人参加 将会录取16人 可惜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好的结局 艾米因为面试时的失误 成为了最终被淘汰的那一个 不理解凭什么 然后就是你教我一年怎么去做设计 最后因为面试的技巧不对 因为面试的问题 不要那个人 就是相当于你学了一年的数学 最后考体育 然后说你体育不合格 然后就不要你 现实就是这样 总有失败者 也总有实验的失神品 而这个人 有可能偏偏就是你 尤其是留学生 因为语言和环境适应上的劣势 要面临的不公平 会比本国同学更多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还顺便夹了下你的脑袋 但终归还是开了一算仓 当被迫放弃工业设计这棵树之后 艾米看到了更广阔的森林 作为综合型大学 OSU还有很多设计相关的专业可供选择 最后她靠着过瘾的基础 进入了建筑学院景观设计专业 依然是前美前五的排名 也同样是就业前景可期的务实专业 更重要的还是她钟爱的设计 稍微转换了跑道的艾米 放下了包袱 重新奔跑了起来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建筑楼 然后里面有三个专业 一个是建筑 然后景观 还有一个城规 然后今天是周日 里面人应该也挺多的 像我们这种就像设计建筑这样的专业的话 就会就是要东西比较多 然后地方需要用的地方也比较大 不像其他专业就可能经常去图书馆里面拿纸 拿拿笔 拿电脑 就是看书啊 写作业那种 就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是经常要考试写paper 写论文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是经常要做做一些模型啊 画画图什么的 就经常每期他们都不太理解 我们为什么没有meaturn 没有final 就是因为我们要做作业 做模型以后 不是那种考试 做题那种不太一样 作为全美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之一 俄亥俄州立的专业设置非常齐全 如商科 工科等大类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同学们在大一的时候 也要多去别的学院上场选修课 一方面是开拓思维和眼界 另一方面 等到大二或大三选择具体专业之时 你会发现 这时候你对专业的认知 将不只是他人口中的样子 正确独立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会是美国大学交给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像俄亥俄州立这样的巨型大学 除了专业权活动多之外 还有一个很多新生都不知道的优势 因为俄亥俄州是美国大选的一个摇摆州 而大学又是人数最集中的一个票仓 作为州内大学的佼佼者 两党都会全力提供各种资源或赞助 以拉拢OSU的学生 虽然留学生和选举没啥关系 不过也能享受到两党珍宠的福利 所以在选校时 也要注意目标大学是否是该区域的龙头 一般越有规模的大学 所吸引到的资源也越多 那么良性循环越来越强 等到你毕业后母下也能为你的简历更添光彩 那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场 就是有那个星期六比如说棒球啊 你叫棒球是吗? 没有,Football Football,对,橄榄球 对,橄榄球 足球场就是橄榄球场啊 就是Football就是比赛的话就会在那个地方举行 然后就会很多很多很多人来 然后这条道也是被封起来的 因为就是人太多的话不能开车 就我们学校就因为足球很有名 很势力很强啊之类的 然后体育生比较多 人称大体校,OSU大体校 如果说纽约等大都市的院校 教会了你独立和竞争 那OSU这样的巨无霸 就会通过体育把团结的重要性植入你的心底 当你成功时 数万人陪你一起狂 当你失一时 这数万人也是你的队友 给你支持,给你力量 留学生在这里也特别容易有家的感觉 这种感染全部失声的集体荣誉感 会是非常温暖的力量 因为你知道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只要是OSU人都会向你伸出援手 而且这份力量将会伴随你的一生 无论你走到哪里 只要喊出OH 能接上IO的那个人 就是你值得信赖的对象 Ohio就是学校给你的 最大财富 Ohio 我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 我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 有位偶像艺人的粉丝 用北卡兰作为团队的应援色 结果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不干了 直瓜群众就觉得 不就是个颜色吗 为什么除了北卡 别人就不能用呢 其实这是一个双方相互不理解 造成的矛盾 因为北卡兰 在北卡学生的心里 就是世上唯一的信仰色 这个颜色伴随了他们最重要的青春 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 那Ohio的红色也同样留在大家的血脉里 不仅是大学城范围 乃至整个哥伦布什 俄亥俄州 只要出现这种红色 就一定和Ohio有关 尤其是学生常去的街道 满目皆红 哪怕是全世界都是绿色的青针拉面 在这里也不得不挂上红色的招牌 然后我们吉祥物是一颗可爱的栗子 这是丑蒙丑蒙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它挺可爱的 就是那个栗子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树 叫八开树嘛 然后那个树上面的果子 叫八开果子 像我们学校的口号就是Go Box嘛 像那个学校的口号就是Go Blue 我是爱习惯的 它如果出现在我们学校 就是会被人打的那种 如果特别是比赛当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学校是速敌 就是看到就想打那种 就比如说我们学校有那种 只要是M全给贴上 Go Blue 没有能理你 没有人细节 我们探校小分队的朱灵 来自OSU的士迪 灭鞋根大学 还跑到人家的球场上 去喊了一声密西根的口号 不过估计是从前 没人敢捉这种死 所以大家反而没往心里去 其实一个好对手 才是进步路上最大的动力 百年下来 两所学校从体育到学术 处处相互竞争 留下了很多一敌一友的传说故事 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意的为自己留下对手 因为这个人 才是最能发现你缺憾的粮食 这种远见 让OSU把集体荣誉感更有力的 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也是OSU能领跑公立大学第一梯队的助力 在OSU留学 健身 生活 学习 同样重要 我们觉得埋头做学术是一种选择 但学会怎么适应环境 并学习美国的智慧 也是一门学校不直接教的理修课 没有一个留学生的出国路是一帆风顺的 就像艾米 虽然遇到了那么多的波折 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或许这才是留学 带给她受益终身的宝贵经验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探消息 下一期我们将会飞往美国南方 感受另一种美国大学的风采 下期再见 分中25美分 再介绍就是钱了 走到谁有钱赚OK 但你某次有某得 嘿嘿